牙柏是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 它是我们国家一级的重点野生保护植物 曾经一度被宣布野外灭绝 牙柏具有抗风雪、抗低温、抗激薄和抗干旱的生物特性 所以对于我国的干旱地区的生态治理 可以说有着巨大的潜力 为了拯救这一宾威物种 重庆雪宝山国家机自然保护区的科研团队 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牙柏的规模化人工繁育 从去年的3月份到5月份 保护区和全国的9个省市合作 在11个地区开展了牙柏适应性栽培的极限边缘试验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 都是拍摄于今年的4月份到5月份 在经过夏季的高温、干旱、强紫外线的照射 以及冬季零下20度以下的这种极端的低温的考验 我们看到这些牙柏苗已经逐渐的适应了当地的气候环境 牙柏苗的平均存活率可以达到70%以上 在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果的基础上 保护区也针对一些典型的气候的类型 发挥这个牙柏的抗逆性的这种优势 继续在探索牙柏在生态治理上的可能性 今年的6月份 保护区就选送了1000株的牙柏幼苗 前往西藏、昌都、三江并流的干热河谷地区 进行适应性的栽培 那总台记者也是全程的跟踪采访 记录了这趟3500多公里的雪域高原之行 此次牙柏、晋藏之旅 从重庆开州区出发 一路北上至川西高原 经317国道到达西藏、昌都市后 再前往三江并流的干热河谷地带 整个行程超过3500公里 其中3000米海拔以上的行程 有2000公里左右 几乎横跨了整个横断山脉 行进的第二天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 沿途景观开始变得单一 天气也开始变得变幻莫测 刚刚还晴空万里 突然就开始下起了雨雪 这对于很少在高原开车的他们需要特别注意 比起天气变幻带来的影响 更糟糕的是高返 在进入川西高原后 他们翻越的第一个高山 雀儿山 海拔有4370米 黄极兰开始出现头痛和呼吸急促 然而距离当天的目的地江达县 最少还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 黄极兰只能边西洋边赶路 可就在翻越山口不久 他们就发现 运送亚柏的车 扎进了一枚螺丝钉 虽然有备胎 但在高海拔地区缺少电动工具的情况下 耗费人力换胎 并不是明智之选 他们只能缓缓前行 沿途找汽修店补胎后 再上路 终于在夜里七点左右 跨过了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交界处的金沙江大桥 他们终于进入西藏自治区 目前我们正在过金沙江大桥 它是四川和西藏的交界的地方 实际上进入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我们山江并流的这么一个区域 我们这次主要的目的是 是山江并流区域的下一段 那个甘热河谷地段 然后那些区域它的那个生态环境要更差一些 我来没的 找到我了 是不是该找个点休息还有 这点离江大还有20公里左右 大家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晚上九点 在长途跋涉13个小时之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江大县 所以你看哪个地方有没有死水的情况 还是把野面再喷一下 把野面喷死 把野面喷死 沿着金沙江的支流一路前行 翻越了海拔4481米的松拉仪山 亚口之后 扎取红黄的河水就在眼前翻涌 扎取是蓝沧江上源 在长都市和昂区会合之后 称蓝沧江 蓝沧江流域的甘热河谷 就是此次牙柏适应性栽培的主要区域之一 甘热河谷区域内 强光和紫外线的照射 导致了气候炎热少雨 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 植被也很稀少 整个的森林覆盖率还不到5% 放眼望去 全部都是裸露的红土 生态非常的脆弱 保护区科研团队 把牙柏苗栽种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之下 它们能够存活吗 为了更好的试验牙柏 在甘热河谷的适应能力 在和当地林业部门商量后 这一千株牙柏幼苗 将由一百株 移交给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 在蓝昌江昌都城区段两岸 进行适应性栽培 剩余的九百株 将分别移栽到 巴塑县鹿江支流干热河谷地区 左贡县鹿江干热河谷地区 以及满康县干热河谷地区 这四个区域中 只要有一个区域的牙柏幼苗 能够顺利在雪域高原扎根 并繁衍生息 那么项目就具备 进一步推广的价值 左贡县中林卡乡苗木域苗基地 为于鹿江河畔 是崖板一栽的目的地 当驶过海拔四千八百八十米的马拉山压口 沿着陡峭的盘山公路下行 干旱贫瘠的鹿江河谷 出现在我们眼前 海拔约两千五百米的河谷 气温超过三十摄氏度 鹿江河谷两侧沙石裸露 几乎寸草不生 左贡县林草局局长 任青多吉告诉记者 这就是典型的干热河谷特征 也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这个山上面 基本上就说是没有什么植被 然后它的那个呢 每年那个降雨量呢就特别少 但是呢它这个蒸发量呢特别的大 所以这个在这种水 这个入不敷出的情况下 所以呢就是呈现出了我们 比较独特的一个 刚才河谷地带的一个风貌 而这样的现象 在海拔三千二百米左右的八速线 鹿江之流冷取河谷两侧更为明显 这小小的牙百苗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能存活吗 人情多吉心存疑虑 不过杨犬却很有信心 他们去年在全国各个生态脆弱的地方进行试验 平均存活率达到70% 最低的贺兰山也有40% 我们这次就选了两种苗子 一个是两年生的三年生的 特别是这种三年生的 它的木质化程度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 更新更完整更发达一些 可能它的适应程度会更强一些 还是想先在我们这个苗屋基地里面 驯化个一年 相比这个在野外呢 咱们这个基地里面呢 可能这个灌溉啊 人工这个管护啊 可能相对来说能够做到更精细化一点 咱们直接弄到野外去的话 估计 也就是风险 就是风险比较大 这么珍贵的苗子 最终大家商定 将幼苗分成两批 一部分移栽到条件相对较好的苗谱基地 驯化一年之后 再移栽到干热河谷区域 一部分直接移栽 测试雅摆的存活率 如果超过20% 就能达到试验目标 一般的那个大型桥木 高岛桥木 是比较难以在这里生存的 它就需要一些极端耐旱的 赖吉博的这么一些植物 可能在这些地方 它才会长成一些桥木 能够改善当地的生态状况 刚好牙摆它是具有这种特性的 挖坑 培土 浇水 挂牌 测量信息记录 这些都将成为牙摆 在极限研究中的基础数据 东西31 南北28 高度27 培育它还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把它送过来 千里迢迢的 然后还是每一族都想把这好 这趟3500公里的牙摆 近藏之旅 不仅是雪宝山保护区 为拯救牙摆 所做的新尝试 对于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也将带来新的希望 看到那个山光都脱了点 我都想我们的牙摆过来嘛 让这里的山更清 水更泥 让这里的环境变得更好 如果说这一次能够始终成功 那么以后 我们也想把它持续的推广 推广以后呢 让我们这个土地面貌 发生变化 让这个山绿起来 对于牙摆作为一个珍惜病危物种 我们在给它进行绝对的保护的前提下 我们的想法是要对它的 能够为我们的生态修复 生态治理发挥更大的生态功能 生态价值 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又针对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区域 有实验价值的一些区域 包括干燥河谷地带 然后还有我们的黄土高原的干旱和半干旱区域 还有我们那个贵州广西的那些 石墨化比较严重的区域 然后会把我们整个的实验的基地的数量 达到30个 让我们的牙摆的实验性栽培实验 更为广泛 更为科学 从发现的时候呢 野生牙摆的数量不足1万株到现在 保护区呢 实现牙摆的可持续规模化的人工繁育 目前为止 已经人工繁育出了牙摆 270万株 那野外回归是75万株 同时呢 还有野外回归的面积达到了4500亩 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呢 牙摆已经移栽到了云南 宁夏 陕西 甘肃 山东和广东的10个省市的18个地点 再继续的探索 压摆在生态治理上的可能性 那未来呢 保护区的科研团队还会继续的走进更多的地方 让这颗曾经边微的物种扎根在祖国大地 这颗层面积达到了4500亩的地点 这颗层面积达到了4500亩的地点